这几个咱们来说一下比较难的罚款题 罚多少钱 对谁罚多少钱 OK来看第一题 未按规定设置服务标准的出租汽车 不得上路运营 否则将备 将备什么 将备一发处罚 这个一发处罚呢 包括扣分和罚钱 和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扣分 吊销工厂执照 这个不设计 还有强制教育 没有那么轻松啊 还有三扣营业执照 也不是营业执照 第二题 咱们就记住 违反交通法是20到200 这个20到200呢 仅限于在咱们网约车提库里出的这个题 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关于停放什么什么样 是出多少 是20元以上 200元以下罚款 OK这是有定的罚款金额的 罚款事项的 但是有的比较严重的 同样是违反交通法 他可能罚的就比较多了 第三题 咱们就记住 在网约车提库里 只要是说违反交通法怎么怎么样 这是罚20到200 所以是C20元以上200元以下 第四题 咱们知道 前面的题里咱们说了 违反交通法是罚20到200 现在呢 是比违反交通法罚款更严重 多少呢 那就得217了呗 出租汽车驾车员不按规定携带 注意这里不是说没有从业责证 而是说没有携带 所以有限制上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题 不按规定携带从业责证或者未办理注册手续驾驶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或聚在溢价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的 这是出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这个比违反交通法罚款要严重 咱们提估理违反交通法的是20到200 这里是200到2000 第六题 出租汽车驾驶员聚载溢价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的罚款多少呢 罚款是200到2000 这个比违反交通法罚款要严重 第六题 出租汽车驾驶员聚载溢价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的罚款多少元呢 罚款是200到2000 这是比违反交通法罚款严重 但还不是说歇密 也不是说涉及要正的 没那么严重 第七题 出租车不得聚载否则已经查实罚款是200到2000 比违反交通法罚款严重 第八题 出租车驾驶员未办理注册手续驾驶出租汽车同时经营活动的 得令证改并处是200到2000的罚款 他比违反交通法罚款严重 第九题 驾驶员有什么行为是罚款200到2000 有不按规定使用文明用语 车容车帽不符合要求 未办理注册手续驾驶 以及未按照规定出具相应的车费票据 这都比交通法罚款严重是200到2000 而转件出租突改 这个就属于非常严重了 200到2000 那可没那么轻巧 到底是多少呢 咱们会接着看后面的题 第十题 未办理注册手续驾驶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是罚多少的 是200到2000 就是相对来说这个还不算严重 但是比违反交通法罚款要严重 十一题 网约车评论公司及网约车驾驶员 违法使用或者泄露约车人乘客个人信息的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是泄 泄密的泄 信息 有这部门罚多少 罚2000到1万 咱们可以这么记 2000到1万的罚款是写封信 两手签 写就是写信 信两手 就是有情人写封信 两手签 两签 就是他两签 第二题 这个罚款项目比较隔路 罚款1000到3000的 就是他了 怎么记呢 叫聘未租工人的工资 比方说 你家里要 有个养烛厂 要聘未租的工人 又给他开多少钱呢 1000到3000 OK 这还比较好说 不可能你给3000到1万 是不是 也不可能200到2000 也不可能50到200 这都不太符合市场价格 OK 咱们看 为什么要这么记 出租汽车经营者 聘 未按规定注册 这就是未住 就是未住 OK 这么记咱们这个罚款项目 就好记了 13 出租汽车经营者 聘用未取得从业资格证的人员 这是什么 这是聘无证 聘无证 无 所以是5000到1万 这是5000到1万的罚款 聘无证 是5000到1万 14 咱们这里要记一个口诀 叫什么呢 借1到3万 无假超 这无假超 分别都是什么意思 咱们看 价子员 未取得从业资格 或者超越从业资格证 核定范围 咱们能不能讲 罚款多少 罚款的1万到3万 这就是无证或超证 这是非常严重的 贵举的那就是无 还有超越 超 谐音 就是无和超 这都是1万到3万 你可以想 从人借了1万到3万块钱 说这里边是没有假超的 事物题 有什么行为 有县级等等的部门 罚款是1万到3万 OK 这里是借1到3万 无假超 这个借是什么呢 借就是转借出租 突改从业资格证 这是借 无呢 就是未取得从业资格证 或者超越从业资格证 核定范围的 这是无和超 而B说 使用失效 伪造变造的从业资格证 驾驶出租汽车 从事经营活动 这是吉哈 你看失效 伪造变造 这是属于假 无假超 借一到3万 16 出租汽车 驾驶 从业资格证 不得出租 突改 伪造 补发是可以的 17 转借出租突改 这不就是属于借吗 那就是借一到三万 18 使用失效 伪造变造 这不就是假吗 借一到三万 无假超 所以是一到三万 19 未取得从业资格证 或者超越 这不就是无 无假超里的吗 无和超吗 所以这是一到三万 20 20 咱们记个口诀叫 救赢5000 也就是 救赢5000 这个五 有两层意思 一个是5000元的五 另外一个 就是五年内 不得重新取得 机动车下扔的五 21 这是天文老师 在讲科目一 口诀时 说的 拼装报废超50 二百两千 调驾照 这个调 就是调销机动车的 驾驶证 这是超速 50% 22 口诀叫 醉药物 什么意思 醉酒驾驶机动车 约束酒醒 处 15日以下拘留 这个 15不就是 要五吗 要五 有人喝酒了 喝醉了 要耍一耍 又跳个舞 醉药物 23 口诀也是 醉药物 醉酒驾驶 构成无限驾驶罪 吊销 五年内 醉 无 24 这天文老师 在科目一口诀里 说的第一句 叫构成犯罪 刑事责任 或者构成犯罪 追刑则 咱们看关键字 关键字就是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25 这考的 也是科目一的 科目一的就是 发生重大事故 逃逸 致人死亡 这就属于 最严重的是 七年以上 26 说 驾驶员 对行政处罚 决定不服的 可以申请什么 或者提起什么 这个咱们就记住 行政对行政 行政不服 那就形成诉讼 或者行政服役 这就会出现了 对行政策 对行政策 对行政策